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奉胜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台股今天尾盘一样是跌式收链 最低的时候跌了132点 不过尾盘只算是小跌70点 各位我认为这应该是大家喜欢 而且乐见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蔡老师盘中 已经跟你讲盘就是这么收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五年多来了 不怕你的一个考验 就怕你每天再找来找去 还不如每天一点半准时收看一人新邦 因为对你的一个帮助最大 当然同样的 今天如果没有台积电的一个跌式 那有多好 各位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因为台积电今天怎么又持续的跌破 礼拜三的低点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台积电 巴菲特这个卖掉可能反映一天 今天礼拜五台积电又破前低 又在自打嘴巴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未来的是你真的不要太在意 因为没有人说得准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预测 当然蔡老师也一样 但是我为什么能够给你讲了五年多 而且都是预测盘 我跟各位讲因为多空无常事 你去断定每天涨每天跌 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倒不如去买一支真正好的产业的一个个股 各位我讲得实在吧 这才是你要的 这也是本节目的一个宗旨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好好的一个跟上脚步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 放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盘面上当然有传达出讯息出来 你一定要正确而且专业的解读 就像蔡老师的一个节目一样 每天都给你提供最及时的资源 今天早上其实很好笑 因为我看这个美股收低之后 一大堆盘后的报道乱写一通 各位为什么 你看美国股市一开盘的时刻 跟PPI也许有关系 因为这是昨天晚上九点半 美国是十点半开盘 开盘前一个小时公布美国的PPI 结果增速也就跟去年同期增加的一个速度 超乎预期就是不好 所以市场上就会讲说会不会三月份 又会从一码变两码 现阶段几率调高到也不高就10% 但是传得洋洋沸沸的 但是实情是什么 各位实情是美盘是从凌晨三点才急速往下弯 跟PPI没有关系 各位是不是科技股背半 这才是实情 这才是内容 所以你要知道实情是什么 当然我在今天我也讲说 又有那一个 这个11个理监事 那些银行的一个总裁 又在讲一些废话 然后说这个可能三月份一定要升两码 但是我也跟主持人讲什么 讲说他根本没有投票权 他只是参加会议 后面投票他就离开那个房间了 所以不要去听那些鹰派言论 对你没有营养 听蔡老师的话就好了 来 美元指数的确有一点往上涨 对不对 来到104.326 近期新高 但是没有强涨 你看一下台币 台币今天也弱 台币今天也扁到近期新低 30.381 这个都是改变不了的实情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今天台股最低点132点 蔡老师连线的时候10点25分 那时候也大概跌120点 尾盘为什么只会小跌70点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原来你反映这个美股一开盘 这样反映就好 其他盘中的运作跟美股没有关系了 各位知不知道 而且我一直跟各位讲 旁边要转空 你就是给我跌破15291 你把这个缺口补掉 好不好 我们就翻空 我们就保守 否则的话 台积电跌不是很好吗 台积电跌为什么不好 各位台积电跌 原先要买一张台积电的就不会出手 他就可以买其他10张100张其他的股票 为什么不好啊各位 好班啊各位 再加上什么 现阶段是美国联准会说了算吗 鹰派言论说了算吗 法国股市今天早上创历史新高 英国股市是前一天创历史新高 德国股市今天早上也是近期新高 这两个股市通通都收红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跌势收链 合情合理啊 你再来看看昨天好了 来昨天大盘涨了117点 对不对 是不是持续强势整理 对嘛 好来那你来看这里 昨天新台币也是微幅的一个升值2.7分 没有大升值而已 你看外资买盘马上就72亿 所以外资还是喜欢买台湾股市的啦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啊 借券的一个大户也没有大举放空台股啊 他只增加6000多张而已嘛 关键是什么 散户做空 我是不是就告诉你盘跌不下去 昨天融资增加4.18亿 你看哦 昨天这个大盘哦 你看我们的八大行库多坏啊 昨天卖了将近40亿 卖了39亿 他卖了台积电卖1131张 卖了和台积电是5.96亿 用掉六分之一的钱卖台积电 所以真正做空的是这个八大行库啊 不是外资啊 是八大关股啊 那借券是控制台股幕后的黑手嘛 他也没有明显的偏空啊 各位是不是2月份下礼拜回来还有5个交易日嘛 现在看起来他还是回补居多 他还是站在多方嘛 我跟你讲的这些数据 你应该能够认同嘛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不要再去预测了 那关键是散户做空就不会跌嘛 对不对 昨天融资增加快5亿 增加融资第一名00632R 元大台湾50反一增加2万张 干吗 增加第三名 国泰台湾加权反一 3424张 干吗 结论就是如此啊 所以你再来看看台积电 2月7号只有蔡老师啊 冒最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国内那么多基金 包括那些劳退啦 这一些啊所谓的一个什么 这个所谓其他的一个基金 这些啊全部 大概台积电持股都占三成以上 人家美国退休基金关你什么事 他还是卖台积电 我还是要跟你讲实情嘛 人家早就卖啦 2月7号的时候你都等2月15号巴菲特 那我也告诉你 这个不就是一个征兆嘛 巴菲特还好有良心 他才卖86%而已 那没良心的老虎全球全部把它卖掉 这没良心的嘛 巴菲特还留有一成四嘛 然后那个桥水才增加3万股 你看报纸报那么大 增加14%而已 好笑至极颠倒是非 所以同学朋友 你在目前的这种环境里 说实在的 你要做对方向 做对个股 你也很困难啦 因为很多都在给你做误导 真的都给你做误导 蔡老师在这业内太清楚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要好好保重 你做得好我祝福你 你继续赚 你做不好你也别放弃啦 有最有最专业的老师 最专业的节目 蔡老师在这里等着帮助你 各位你来看看 台积电 这是礼拜三2月15号 跌到低点522嘛 对不对 访问一大票 说什么台积电利空啊 一天反应了 那昨天2月16反弹节 好像煞有其事 对不对 昨天台积电没跌嘛 蔡老师昨天怎么跟你解了 昨天台积电的高点 叫做531块 很抱歉 礼拜三的高点叫532 他没有过礼拜三的高点 他就是弱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跟你讲 而且我也讲联电也是这样 不用跟我争啦 昨天联电也是弱嘛 对不对 那我说八大关股 在卖台积电 人家外资昨天也没有在追杀台积电啊 人家该买的时候还是买啊 所以最坏的是那一些八大关股啊 我讲的没错吧 所以你看今天的台积电最低516 你看啊 150万的股民都买台积电啊 这样跌下去心情也不爽嘛 对不对 不高兴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 那我也啊 跟各位讲 你要自己啊 转变心情或者操作方式要换一下 因为比你更不高兴的有一大堆 新制劳退的操盘者 旧制劳退操盘者 劳保 国保 退服 这怎么办啊 这买一大票台积电这怎么办啊 而且台积电看起来2月3月营收不好 包括第2季都是淡季 如果真正要抓第3季的产业忘记的话 那也应该是5月底6月初来买台积电差不多吧 我这样是合理的推估吧 各位是不是 那那你3月不完了是吧 4月不完是吧 5月初5月上旬中旬不完吗 不管如何啦 蔡老师还是站在你的方向啦好不好 我还是衷心的希望台积电加油台股加油 那一些高层赶快再拿钱出来买 因为报纸很喜欢报嘛 买才买2张报的篇幅报那么大 各位是不是 我跟你讲不是看台积电嘛 嘎散户空手是不是联电嘎大户空单是不是创意是吧 联电 昨天505前天506一样没过嘛 外资也没卖嘛 关键是为什么嘎散户空手 昨天融资是第21天减少1202张 联电会不会跌 不会跌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联电 台积电落了十几块联电 谁跟你破底啊 维持强势整理啊 各位是不是 我问各位 是吧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跟你讲嘛 我研究出来的东西啊 得出结论你来验证看看对不对 45块跟你讲 龙卷回补槽就是联电长龙行 这也是报纸报的嘎空 现阶段联电的卷支比46% 强势有道理啊 各位是不是 刚才大户空单是不是创意 对吧 昨天来到1010块 卷支现在43啊 还是强嘛 对不对 今天的创意 也没有跟台积电那么弱啊 是不是 各位你来看看 收盘价持续创近期新高嘛 它涨就是创近期新高嘛 对不对 是吧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什么 其实这些研究才是你啊 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你要找人来帮你研究 不是每天啊 在看啊 股市涨 股市跌 在数字游戏 那个都是虚假的 你操作一阵子 你就知道 因为那些都是人家人为能够控制的 股票真正你能够接触的是 这一档是不是好股票 产业是不是前景看得到 人家买盘才会源源不绝的 去拱你手上的股票 所以记得蔡老师的话 嘎空盘没有结束 嘎散户空单嘎大户 嘎散户空手嘎大户空单 这是不是你跟蔡老师 明显不一样的地方 你再来看看 这礼拜的一个行情 还是跌了107点 跟礼拜一的一个大盘一样 没有最差 但是还是跌 我是不是跟你讲周一效应 礼拜一的时候 这是上礼拜四 我跟你研究华星 对不对 你看看 冰涅提前量产 华星涨0.7元 53块4 这是这礼拜一大盘不好的时候 你看我那时候跌81点 华星跌5 52块5 我照样在跟你讲华星 各位有公信力吧 2月13号礼拜一 对 你看看华星礼拜二的时候 MSCI调整 公布了个股权重华星 他是调整最多的一档股票 1605 他元月份的营收竟然出现 淡季不断 竟然是营收双征 我问你他有没有实力走强 昨天的华星逆势 这大牛股 各位抱歉 这400亿的股票 56块9 对 营收双征带来波段新高 合情合理吧 那你为什么不上礼拜研究好 今天的华星尾盘再给你冲高到579 各位 营收双征再来带来波段新高 华星373亿 我讲的东西是不是 让你啊 应该也算是哑口无言 这才是你要的一个什么 最珍贵的讯息 你再来看看华星整个集团 是不是全力卯起来做多 连彩晶都拿钱出来买了 是哦 礼拜三跟你讲大盘不好的时候 因为台积电落难嘛 我跟你讲车用 台半89 昨天台半958 有没有 今天的一个台半再冲到97 是不是 台半 蔡老师那时候跟你说的76块4 所以得出结论 各位啊 今年的行情不是每个人通通有讲 如果你没有蔡老师的讯息 你怎么能获利 各位 盘中收盘 包括盘后今天礼拜五抱歉 加剧日 不准备 但是下礼拜一晚上的个股 各位 我们开始布局了 我都已经传给电视台了 您赶快跟上来 YouTube Lite TQ网站 希望你用假日时间 赶快肯定蔡老师的专业 接下来就没有你的事了 全部交给我 为什么 你把信心建立在你肯定蔡老师 这个对的事情上 我就会直接传球给你 让你直接射门 会长的股票 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上 当然前提是 你成为蔡老师的学员 所以2023年 这么艰困的环境 要怎么样投资获利 就是枪在手 一定要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宜兰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页心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如果没有台积电的话 各位 你觉得你会跟得上行情吗 其实我跟各位说 你要感谢台积电 把这个大盘稳住 纵使它近期的利空那么多 但是我相信它后面 绝对是好的 你只要不要短线 各位你知道 就是不要学巴菲特 那种烂的操作习性 对不对 什么那么玩个三个月 然后讲一大票 不管它有没有赚钱 通通是投机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积电的那些 高层主管 那没在买的啦 各位那代表 对公司长线是有所谓的认同感嘛 是吧 所以台积电加油 那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台湾股市台股多空是无常市的 所以只有产业选股 才可以让你有依靠 各位就像你看 金管会 他原先说 说实在原先是否定的啦 就金控配息今年不设限 就是说资本公鸡可以拿出来 但是董事会要盖章啦 不管如何啦好不好 反正人家决定就决定 你我又改变不了 我是乐观其成 因为我也知道金融业赔很惨 弄一个防疫险赔了2300亿 14个的一个高层股馆 东东没工作 这也真的啊 这是非战之罪啊 可怜啊 对不对 赔掉了20几年来的一个获利 所以保险业也要加油 各位 国泰金今天啊 明显的一个上工 为什么去年早就现金增资了 现阶段的一个资本 公积2000多亿 所以他实力啊 非常强大 今天涨了2.5% 就看这一档就好了 其他就不多说了 好不好 中刚当初啊 12月份跟各位讲中刚 就是因为长线底部到了29块 刚价在3月份真的开涨盘 而且昨天又出现台塑的越南啊 合进场 也给你啊 开啊 这个乐亚的一个底财啊 大涨62美元 比中刚的1200块 还要多涨了600多块 听说是中刚佛心来的 那也很好啦 反正不管如何啊 就看啊 后面啊 中刚集团怎么表态 是不是 反正长线出现了嘛 中红就有可能啊 二三月赚钱 第一季转亏为盈 主轴都在这里啦 各位 太阳能产业商机爆发 各位今年预估啊 高达五成 我帮你做一个仔细的图啊 就在这里 太阳能产业大概今年这个主轴 你不可以los掉 应该有大行情 好不好 包括亚洲的中国欧洲的德国跟美国 美洲的美国各位 这个啊成长年增的一个幅度非常大哦 所以应该爆发力会出现 我本来就看好了原金嘛 各位累累 等候发酵级啦 大概就是这样啦 各位包括联勇今天也创新高嘛 各位是不是 从300块今天利多出现啊 跟瑞鼎 408 硕天 各位不断电系统 今天呢 冲新高了吧 130.5 有没有 中芯电 50多块跟你讲 来 今天的一个中芯电 90多块啦 各位 液态 更不用说了 142生计股 网品 今天更涨翻了 各位你看看啊 网品136 今天已经254啦 是不是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 蔡老师保护着你 各位 我也希望各位赶快肯定 蔡老师的专业 因为我们真的不一样 蔡老 蔡老师很用心的帮你筛选股票 希望你不要再费心了 直接等候蔡老师的讯息就好 好不好 所以2023年 要怎么投资台股获利 枪在手 一定要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分析的各表 要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所顺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